然後把我們需要的貼上來對不對 然後呢 Table Array F3 找那個 我們的Lookup Price 按確定 然後找第幾欄呢 第二欄 比對 0 OK 3800 按確定 3800就出來 點兩下 所有的東西就查完了 OK喔 所以你會發現 飯店管理其實也是用這種 對啊 沒錯 這個當然你就拆也拆得出來嘛 那你你花多少錢呢 就他乘以差不多就好了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你幾個晚上 然後乘上多少錢 打勾 這樣就算出來了 OK 所以 一個飯店的管理當然也是一樣 前台人員如果不會以Sail的話他可能就是 慢慢來嘛 而且可能要算錯 但是如果你懂得什麼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很快可以算出來 所以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 注意一下 第一個 他的 名字跟他的姓 因為英文嘛 所以這地方 第八跟第九欄 去抓 再來的話 Rune number 去抓第六 這個的話 是從這邊去 減一就可以了 這個的話呢 是去 這個 裡面的一個叫 lookup price Price的一個對照表去抓 這個把它相乘 這兩個相乘 就可以抓回來 好 所以這個 範例主要是從那個 飯店 裡面的食物經驗的一個對照表 我們來 啊 就是學習怎麼樣用lookup來做 OK 那 另外 完成 因為這個公式蠻冗長的 所以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面了 就剛我做的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在比對 那 這個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我用laps2再加一個dash 或者是這邊其實用laps3 也可以啦 我剛剛有用laps3 那兩種方式 結果一樣都可以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也在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 函數練習的那個第五個 就是尋找與參照 參照函數的資料夾 你們可以找 裡面我放了兩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就是潛移的工作表 第二個畫面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一題主要是 如何利用v2函數 去做飯店管理 那其實不外乎 飯店管理也是這樣 其實你說各行各業 都一定會有 比如說你要賣什麼東西 誰買 然後呢 賣了多少錢 那你要去統計 那怎麼去做 其實用這個方法 用到的其實都一樣嘛 所以你會問哪一個行業 都一定會有一個 對照表 所以這個對照表產生的話 你也記得就是 你要有那個定義名稱的部分 自己把它定義好 那將來的話 就可以利用 v2函數 去抓到你要抓的 那有的時候 編號 不完全是 Match你要的需求 那這個時候的話 就必須用 比如說 MID函數 或者是Labs函數 去抓到 有可能抓回來的是一個文字 那如果你要加減乘除的話 記得 再把它包一個value 就搞定了 對所以 光這幾招 在工作上 其實 都可以派上用商 OK 試試看 好了 好